看全球各地20多年来一直传出中国渔船在别的国家经济海域引发的捕捞争议 现在情况越来越恶劣 中国政府发展远洋渔业补贴渔船 但是却放任这些非法捕捞在他国的海域可以说是极尽的掠夺 秘鲁的官方这次发声痛批 每一年已经超过了600艘中国渔船 闯到秘鲁的经济海域捞走5万顿的大型鱿鱼 而中国的渔船会用脱网捕鱼 这会摧毁海床的生态 越界捕鱼的方法是关掉通讯系统躲避雷达 这些都是中国渔船现在已经引起南美洲各国诟病的恶习 是鲨于天堂也是保育动物重要棋地 南美洲厄瓜多的加拉巴哥群岛曾是海洋生物乐园 偷偷闯入厄瓜多经济海域非法捕捞的是中国渔船 南太平洋渔业国家北起厄瓜多南到阿根廷 都受够了这种常年无视海洋公约 清门踏户的行径 这次发难的是秘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国非法捕捞的记录和招数也最惊人 光是闯进秘鲁的捕鱿鱼船队每年就从秘鲁海域非法捞走五万顿鱿鱿鱼 等于让当地捕鱼养家的数千位小型渔船渔民 年损失总量八千万美元的收入 从东北亚到印度洋 中国远洋渔船违法捕捞已成常态 到了南太平洋更危及多国上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远洋渔船出征的特点之一是旁若无人 为掩蔽行踪关掉船播自动识别系统AIS 2021年光是在阿根廷经济海域内 就有六千多艘中国渔船 关掉AIS超过二十四小时 大肆违法捕捞 如果把外国渔船看成领土 中国远洋渔船出征的特点之二就是几乎让他国的领土寸草不生 2017年厄瓜多海域就曾在一艘中国渔船上查获300吨非法渔货 也就是震惊国际的抚远渔冷999号滥捕事件 当时这艘关了AIS系统的中国渔船 就停在鲨鱼天堂加拉巴哥群岛附近 但船舱里成了鲨鱼地域 6623条各类鲨鱼已被砍去鱼鳍 变成血淋淋肉块堆在冷冻库里 许多还是保育类鲨鱼 当然鲨鱼鳍也是中国客户的最爱 鱼翅的需求量年年升高 中国远洋渔船捕捞的方式也为人诟病 有些船只整夜开灯引鱼发出噪音 伤害某些敏感海洋生物 例如海豚的视觉听觉 拖网渔船更是能毁掉整个海床生态 绿色和平组织明确指出 阿根廷领海边缘陷入生态危机 从鱿鱼到鲨鱼 从海马到海豚 独特的生态走廊中 许多物种都将毁于拖网捕捞 为在渔业与物种永续中取得平衡 南美四国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和秘鲁 已声明要联手对抗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队 但这些远洋渔船 由中国政府渔业补贴 二十年来不见收敛 继续威胁着多国的海权与海洋生态安全 TVBS新闻综合报道